小伟 你松手 小莎 你别走那么快啊 你说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我 我不是怕你被欺负吗 我要保护你 你还保护我呢 我看 你把你自己保护好就行了 小莎 我 我就是想保护你 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叫我 能 想着把你案件送一下 保护我 你拿什么保护啊 你也不看看你那样子 还说保护呢 我都觉得有点可笑 小莎 你说什么呢 又 又不是小贵他们人多 我肯定能打得过他的 那你 你不是那么傻 你一个人打他们几个呀 小莎 那 我看见他们欺负你 我肯定能打他呀 要不然 我 我还等我说 保护你啊 行了 打疼了吧 小莎 小莎 你以后 你别这样做了 小莎 不管以后发什么 我说了 我一定要保护你一辈子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有事儿 我得赶紧回家嘛 小莎 你先别走啊 你说你这个人 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小莎 我 小莎 我想跟你说 等 等我长大了 我要娶你 娶我 行了 说什么呢 真的 算了 你看 现在咱还上学了 咱还小 等我长大了 有钱了 我一定来娶你 小伟 你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那么烦人啊 我先回家了 你得到我呀 小伟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莎莎 我在 你家门口等你呢 等我 你说吧 有什么事儿 我要出去打工了 要 出去挣钱 你要走了 我 我就跟你说一声 我 我走了 小伟 既然 你已经考虑好了 走之前 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 你拿着吧 这 这 你以前不过说 这是 你爸给你买的 什么礼物吗 你怎么给我了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你这一走 自己在外面 肯定要保护自己 对 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 就像保护你一样 那我就先走了啊 唉 你个傻瓜 一会咱俩 都认识 都认识 弄不上时间了 连我自己家 你都找不到 今天啊 要不是 我来我奶奶家 估计啊 你还找不到我呢 来了 杨伟 杨伟 你怎么回来了 我 我回来 就是找你 兑现当年的承诺的 你也等一下 孩子哭了 我去哄一下孩子 孩子 杨伟 你怎么走了 是 没想到 几年不见 你 你都有孩子了 你说孩子呀 那是我弟的 小孩子 就断奶 家里没人看 我就帮他带两天 我就说嘛 你 你不可能这么 怕有孩子的 我就知道 你会等我 你看 我 一直 带着他 这不是 你走之前 我送给你的吗 对啊 还是带到衣服上不就合适 你看 这儿 你不请我 到你家里坐坐 快进来 小伟 你快坐 莎莎 没想到 你家 收拾的这么干净 小伟 这是我奶奶家 那 我以前来找你 都是在你奶奶家那时候等你啊 是啊 我以为 是你家呢 这 你怎么不住你家呀 住你奶奶家 干什么呀 你之前 每次找我 不都是把我追到我奶奶家吗 我如果 我不在这儿等着你 你能找到我家吗 莎莎 既然 你都这么说了 你 你就 嫁给我吧 这 我都让你等了五年 我不会让你再等下去了 行 我愿意 行 走 今天啊 我们两个好好出去玩玩 走 小伟 这时候不早了 我要去上班了 行 上班的时候 路上多注意安全 还有 这是 我上次啊 在公司里吃的饭 然后还剩下一点 在晚上啊 如果我回来晚的话 你自己热了点吃 行 我知道了 那个 你不是去上班吗 你赶紧走吧 还有几件事 我要嘱咐你一下 这啊 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如果 不用开灯的话 就把灯关了 还有啊 这看电视的时候 不要玩手机 你如果 在我手机的话 去去把电视关了 听见呗 行 我知道了 现在啊 咱们家能省一点事一点 我也在 会在外面 非常的省钱的 行 我知道了 你赶紧走吧 行 那我封门了 这小葵 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 这以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 特别 舍得给我花钱 现在是不是结了婚以后的男人都会变啊 现在让我省这儿省那儿呢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 算了 我也别多想了 就在家挺无聊的 给乔丽打个电话吧 喂 乔丽 你在哪呢 妈 我想约你出去逛个街 我在家无聊死了 嗯 大概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我在你家楼下 行 我现在得赶紧收拾收拾 要不然一会儿乔丽也该等着急了 唉 唉 我这笔乔丽光已经累死了 唉 还感冒了 唉 哎呀 浑上没劲 嗯 困死了 唉 这怎么睡着了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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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难受了 这不是我说你 这你睡觉了啊 灯怎么不关啊 你说你难受 你哪里难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就陪乔丽光一下我的街 就成这样了 唉 你这样 你能不难受吗 啊 你出门逛街就算了吧 你回来的时候 空调你还没关 回来着凉了吧 啊 人家大老公 都是关心 你这样的 还没人我来呢 睡觉去了 是个小亏 也不知道过来哄哄我 是个小亏 小强不生命了 小强 小强 这都一天了 你怎么还生着气呢 你看看 你昨天对待我的态度 我能不生气吗 明杰明杰 你可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 这啊 我也是有苦衷的 我也不想这样子 这咱家不是这个房子是租的吗 这啊 咱们手上也没钱 你也知道 我想的是 能省一点是一点 现在啊 咱们两个那张银行卡上 已经有二十多万了 咱们两个再省一省啊 房子的首付也就够了 等搬过去之后 咱们两个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啊 二十多万 你这之前 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 我不是想 等房子 首付付了之后再告诉你吗 这样啊 也算是给你一个惊喜 这也怪我 我昨天啊 态度也不对 这儿 你现在吃饭了没 行了 你你也别管我吃没吃饭了 你呀现在病了 你是最重要 我去给你熬点药 行啊去吧 行那我去了 好好休息 谢谢 咱们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这下 group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